哈喽 欢迎来到订阅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钱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你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这期节目比较不一样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 就是钱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去定义钱这件事情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 主要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去用钱作为衡量的 第二个部分 是如何正确地定义一个东西的价值 第三是今天聊的所有话题 跟投资还有投资加密货币 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聊 今天这一期的这个主题 其实是由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然后让我有一些启发 就是昨天我跟我太太还有儿子Aden 在这个Target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 Target在美国就有点像是这个 中产阶级最爱逛的一个超市 那里面就是有卖吃的卖喝的 然后有卖电器 然后有卖这个衣服等等 就像百货公司这样子 昨天我们在Target Aden在看玩具的时候 不小心便便到裤子上了 关于这件事情 因为他最近在戒尿布 所以说偶尔就是会发生 这种拉死在裤子上的现象 那我身为这个照顾者 那我就带他去这个厕所 那去洗他的这个裤子 洗他的袜子等等 那弄的是乱七八糟 因为这个大便已经就是掉下去了 然后就是弄的整条裤子 内裤 袜子 上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屎 那我就在这个洗手台上洗洗洗洗 基本上花了这个二十几分钟 去做这件事情 在这期间呢 我把Aden这个洗干净之后呢 我就把他带到这个厕所外面 交给我太太 那我太太因为是一个比较怕脏的人 所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Derek啊 那个我们直接把这个衣服 这个非洲啊 还有比较落后的地方呢 很多小朋友是连衣服都没得穿 袜子都没有得穿的 所以我认为呢 把这个裤子啊 内裤啊 袜子丢掉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非常浪费的 而且我想说这个以前 我小时候的时候啊 大家没有穿止尿布的时候呢 也都是这样子 这个衣服每次拉屎拉尿 基本上都是爸妈洗的 所以我就定义这件事情 为这个很浪费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最后还是把这个裤子 袜子 内裤什么 全都洗干净 然后带回家了 但是总共花时间 大概二三十分钟吧 可能有半个小时之久 关于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不是一个 可以以钱去定义的事情 因为如果要用钱 跟时间去定义这件事情的话呢 这个花半个小时洗裤子 跟袜子这些事情呢 如果我把这些时间 拿去赚钱的话呢 我都已经可以买这个五十几件 甚至一百件 这个一样的东西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就跟钱是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principle的问题 就是类似一个观念 跟道德认知的问题 我相信如果是有在 follow我频道观众朋友 一段时间的朋友 应该有都知道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会把这个裤子啊 袜子丢掉 一切以时间跟金钱 去衡量我做的事情的人的话呢 我相信你们现在 应该是不会看到这个频道的 因为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几次 这个花这个频道做的时间 就是我投入的时间 跟得到的酬劳呢 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那我最终看到的东西呢 是这个频道未来的发展性 未来的延展性 迟早有一天 如果我帮助足够的人呢 这个频道最终就会给我带来 这个合理的投资报酬率 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结果 那在达到这个结果之前呢 中间这段时间的努力呢 我觉得不能用时间跟金钱去计算的 那相对的就是 今天洗裤子的这件事情也一样 最终达到的目的呢 是我希望我的儿子以后长大的时候 不要什么事情由时间跟金钱去定义 就是我相信如果我是这样子的态度 就是他今天大便啊 尿裤子或什么的 在外面我都花我的时间去帮他洗干净 然后不要浪费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裤子 跟袜子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对我儿子成长的这个环境呢 他也会受到我的影响 那教会我儿子这个任何事情 不能用金钱跟时间去定义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我就认为 比本身这个花多少时间洗裤子 这件事情来的重要 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今天这个 你陪着你的爸爸妈妈去逛超市的时候啊 或者说逛这个百货公司的时候啊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陪他们逛超市 或你陪他们逛百货公司 甚至陪他们去看医生 这些事情有办法用时间跟金钱计算吗 没有办法 因为今天你能陪家人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些时间呢 不是任何金钱跟时间可以换回来的 那我们再聊聊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如何正确的去定义东西的价值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故事啊 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呢 就是我爸爸妈妈呢 其实他们都是对这个品牌啊 都是蛮喜欢的 就是他们其实是蛮喜欢这个名牌的东西啊 然后名牌的衣服啊 包包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小时候的时候呢 基本上也是有受这样的影响 因此我印象很深刻 在我这个高中的时候 我当初跟我高中的第一个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跟着家人去香港玩 那因为当时我爸做生意是在这个香港跟深圳 这两个地方做生意 所以他在那边就很熟哦 那当初我们都知道这个在香港买这些名牌的包包啊 我爸钱包啊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哦 就跟美国比或跟台湾比都是比较便宜的哦 那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就想要买一个这个Prada的钱包 那作为我当时那个女朋友的生日礼物 所以我们到了香港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爸讲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爸呢就显得有点不太开心哦 因为当初呢这个我当然是住在家里 那也是一个学生 虽然说有打工赚到这个一个月几百块钱没有问题 那存个一两个月就是可以买包包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但当初呢在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呢 我爸就有跟我讲过 他说你认为今天你适合买这个名牌的东西吗 你认为你适合买这个名牌的钱包 送给女朋友吗 当初的时候呢我是有思考一下 但是那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是不是这么好 因为当初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 他要跟我陈述的这些事情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是我没有买这个Prada的钱包 关于这件事情呢 在我认识我太太之后 我就有更深层面的一个了解 因为我太太本身呢是完全不使用名牌的人 那他也不是不喜欢 他只是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已 今天任何时候我们在购买一个名牌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都是可能是 这个LV的包包三千块美金四千块美金 这个香奈尔雄尼的包包是七千块美金 或者是一万块美金 我们看到了呢都只是这个市场决定这个东西的价值 就是今天市场定价的时候 一定都是有这个供给需求嘛 就是有人愿意花一万块买一个熊尿的包包 他才有办法买一万块钱嘛 因此我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就他跟我说的这个道理是呢 他今天看到这个包包 他认为这个包包只有100块的价值 他就不会花150块去购买这个包包 更不用说是一万块了 所以他跟我陈述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今天呢 他看到的任何东西 或者是他需要的任何东西呢 这个价钱是由他自己衡量 而不是由市场 或者是我们去百货公司 看到这个东西上面的这个标签而决定的 是他来决定这个东西的价值 而不是由这些市场 卖东西的人决定他的价值 因为如果你了解这点的话呢 你就不会多花钱买一些 你认为没有那个价值的东西 就像是今天他从来不会花钱 买任何一个名牌包包 因为他认为20块的包包 跟一万块的包包用起来都一样可以用 这件事情同时也可以这个apply在男生上面 就是很多男生喜欢车子嘛 那你今天这个你的目的 假如说只是从A到B需要一个交通工具的话呢 你今天买一个一万五千块两万块的corola 就是toyota的corola 跟你今天开一个20万的lamborghini 有任何的区别吗 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哦 但今天呢也不是在说你不能买香奈儿的包包 你不能开蓝宝尖尼 今天的重点是你认为它有没有价值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认为 今天这个车子就只是一个交通工具的话呢 你就没有必要花这个20万去买一个蓝宝尖尼哦 因为花十分之一的价钱 你就可以开一个toyotacorola 去完成一样的事情 那或者你今天是一个女生 你今天带包包出去的目的 只是为了装东西 那一个20块美金的包包 跟一个2万块美金的包包 他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哦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真正喜欢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花钱在这上面就没有任何问题 像我今天我就可以跟你们大家说 我自己从小到大是非常非常喜欢车的一个人 所以今天对我来讲呢 买一个好车我认为是值得的 或者是今天我非常喜欢骑脚踏车 骑的脚踏车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贵的哦 就是超过五位数的美金 那讲出来可能大家也会觉得不可思议说 Derek你疯了 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脚踏车 脚踏车不就是一两百块两三百块的东西吗 你为什么会花上万美金去买一台脚踏车呢 因为我看到的东西是脚踏车为我带来快乐 以及我骑脚踏车可以让我这个身体健康 等等这些因素哦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哦 那相对有些人喜欢抽烟啊 一个月花这个一两千块去抽烟啊 虽然说抽烟是100%对你这个身体 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可以确认的 但是今天如果你说 我愿意牺牲我的这个健康 然后我抽烟呢可以得到这个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快乐的时候呢 对他而言这笔钱就花的是值得的 对吧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也不要说去judge别人 就是去这个批评别人 或者是批评这个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 但是主要的主轴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呢 今天一个东西的价值是由我们自己去定义 而不是由钱定义的 就是我们不应该成为金钱的奴隶 而是知道我们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 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在我们心中是什么 而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 买了某些东西 只是为了这个impress别人 就是要在别人面前show off炫耀啊 或者说你今天你觉得你要买什么东西 让你的这个同伴都觉得说你很屌 得到这个虚荣心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最后第三点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呢 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东西 到底跟这个投资 或者是投资在加密货币有什么关联吗 那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呢 我投资在一个项目上的时候呢 我看的东西呢 是这个项目的这个创始人 他本身的理念是怎么样 我希望投资在一个 跟我有相同理念的人 就是今天为什么Cardano ADA 会是我最看好的项目 就是因为我觉得Charles Hutchinson 跟我一样 他都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一个人 而不像很多加密货币的计划呢 只是为了拥有这个first move advantage 就是这个先到市场里面人的这些优势 而把一个这个还未完成的项目呢 推到市场上让大家使用 然后Charles Hutchinson 还有非常令我敬佩的一点呢 就是他也是这个不在意钱的 他也曾在这个AMA当中 多次说到说 他对这个Cardano ADA的价钱估值呢 他其实是完全不在意哦 因为今天他相信 如果他把Cardano建造的好 然后所有的事情 都是照着正确的方式去做的话呢 当Cardano成为了全世界 最多人使用的区块链的时候呢 这个ADA的价值最终一定也会给Cardano 一个正确的估值哦 或者我身边有非常多 这个投资特斯拉股票的朋友 他们看到的呢 都是这个马斯克能为这个 我们人类还有地球做出的贡献哦 所以当他们投资在特斯拉上面的时候呢 有点像是一个信仰 有点像是支持马斯克做的这件事情 那至于最终他有没有办法成功 那就没有人说得准哦 但今天呢 大家却很愿意把金钱投资在这样子有理想 能改变世界的人上面哦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对钱的看法 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 你们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钱对我来讲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driver 就是不是一个很大推行 我往前走的一个东西哦 因为我今天认为 如果你把钱看得太重的时候呢 你在投资市场也是非常非常难成功的 因为你把钱看得太重 你就会天天看市场的波动 那今天市场跌的时候 你就会心里想的就是啊 我又赔了多少钱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把钱投资在一个理念上 你把钱投资在一个 你认为会改变世界的这个发明上面的时候呢 你对这个价钱的波动就比较不会受影响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啦 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 关于钱的这样的想法呢 能对你有一点点帮助哦 如果你喜欢像今天这样的节目呢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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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